大家好,那么今天的22号中午12点37分 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一箭五星首飞告捷 那这个长征8号是一款中型运载火箭 填补了我国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的空白 并且它可以重复使用 有重复使用技术 就类似于那个SpaceX可以进行回收 我简单介绍一下长征8号 它是一款两级半构型的火箭 2017年5月正式批复立项 那三年时间采用了成熟模块来进行组合化的研制 用于填补我国未来在太阳同步领域 4.5吨以上的运载能力 目前我国其他型号的运载火箭 没有相应的运载能力 比如现役的长征二号饼 长征二号钉和三吨的运载能力 长征四号系列 那太阳同步轨道4.5吨以上还是一个空档 长征五号等大型火箭可以打卫星 但是它不是很经济 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用了大马拉一个小车 性价比很低 所以国家现在对互联网卫星低轨移动 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发射需求非常旺盛 预计时速期间 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将占到我国 国家未来发射卫星的50%到60% 所以急需长征八号这型火箭 那长征八号的问世不仅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由于它是大整流罩优势 还可以实现多星发射 比方说几百公斤的卫星 长征八号可以一次打多个 便于多星组网 很适合发射有这样需求的载荷 那简单讲一下太阳同步轨道 这个太阳同步轨道的海洋卫星等摇杆卫星 它可以用于观测海洋 观测海洋的海水的水色 水温变化海浪变化 那它每一天经过地球的一个区域 然后把这个区域里面的图像 或其他信息收集起来 传达回地球 同时在这个轨道上的卫星 还可以做对地的详查 包括国土资源勘探 地质减灾等等 那么当卫星经过一些突发地质灾害的地方的时候 能够第一时间获取地面图像信息 提供重要参考 那在科研方面 12月10号 长征11号运载火箭 以一键双星的方式搭载引力波 爆高能电磁对应 全天监测器 简称是GECAM卫星 将其送入了预定轨道 那么这个GECAM卫星啊 就是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啊 是中科院 研制的科技 先导卫星 用于观测太阳风暴 还有黑子 那这次发射呢 是中国向商业发射领域 迈出了重要一步 大家知道这个 长征8号首次飞行任务 就搭载了四颗小卫星 都是一些最新兴起的一些商业卫星伙伴 那中国呢 也为他们提供一些发射的服务 首先呢 长征8号是国家项目啊 既承担国家建设航天强国的任务 也服务于社会需求 它也可以用于社会的这个商业发射任务 所以长征8号本身呢 就承担了商业性的发射 实际上是与这个SpeakX啊 实际是很类似的 也要跟SpeakX争夺这个商业发射的这个市场 那它的目标啊 长征8号主要就是瞄准在国际上 有竞争力的一些发射目标 那长征8号已经展开了可重复和智能化相关技术验证啊 那比如说火箭返回收门的这个发动机推力调节系统 因为它要收回的话 大家看这个SpaceX 它这个回收非常可幻 这个油门收 然后它推力减少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那比如现在我们在火箭回收的时候 这个重量啊 只有40吨 但是火箭有四台发动机 每台发动机推力是120吨 即使关掉三台 一台还有120吨推力 而总重是40吨的质量 那么一样120吨的推力 推力大于质量 就推着火箭往上走了 所以呢火箭不能降下来 不能落到这个接收平台上 那么发动机推力啊必须降低 怎么降低呢 对吧 就是收收油门技术 这样的火箭的落地可以可控啊 而且非常好控 它有个收油门的技术 让它通过调节啊 推力啊 减小发动机的推力 所以呢 这一次长城长城八号的发射 就证明了中国这个收油门技术的成功 那未来呢 中国呢 是准备叫一键发射啊 利用这个长城八号啊 八号这个模块化的发射 那长城八号突破基于模块化组合的快速集成设计啊 是我国首个研制中 未开展全舰模态实验的中大型火箭 大幅缩短了研制周期 降低了研制费用 采用模块化 那当然呢 航天发射的成败永远是第一位啊 可靠性是第一位的 由于应用了成熟的模块 长城八号火箭是非常可靠的啊 它未来呢 是在海南和其他地方啊 布局 由总装厂生产车间啊 还有这个总装测试以后啊 直接在塔台上进行发射 就是类似于模块化 组装起来就可以了 那在不同的地方生产相关的模块 然后运到海南 或者运到发射厂直接组装 组装以后不需要调试 或者简单的调试就可以发射 一键发射 就这个意思 非常快 那未来的目标呢 就是七到十天啊 四十个人左右就能完成一次火箭发射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非常高效啊 那明年的2021年啊 这个长征系列 长征系列还会发射二十多次啊 所以这是现在整个一个长征八号发射啊 恭喜长征八号 圆满完成了发射任务 感谢观看